各位你好,我是Lydia 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医生笑话 炎黄的小姐病了 炎黄就叫小鬼去阳间找好医生 小鬼就问了,问一下炎黄 阳间的医生谁是好的? 炎黄就说,医生后面跟着的鬼小一定是好医生 冤鬼少一点 这两个小鬼找来找去找到很多医生 后面都跟着一大堆鬼 后来就看到一个医生只是跟着两个鬼 这个医生应该是不错的 就将他请来,炎黄很恭敬地问他 先生,你开业多久? 他说,我刚刚开业,刚刚医了两个人 好的,多谢,拜拜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